你慢点吃 别狼吐虎咽 我都一天没吃饭了 一鸣 虽然今天出了点意外 但我觉得你还是很有潜力的 当然了 要是我真的上过模特学校的话 那我肯定是第一名啊 是吧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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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特的事情到今天为止就结束了 过去的事情不要再纠结了啊 不会啊 一鸣 你不知道 你今天摔倒之后 在站起来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你特别棒 一个成年人这个都做不到 那还算是成年人吧 没经历过的人 就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了 几百双眼睛看着呢 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一鸣 你要相信自己 谢谢老师 一鸣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大家都到齐了就差你一个了 赶紧跟我过去 哥 哥 那我先走了 两个小时以后 家门口见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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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去吧 去吧 你这可怎么办哪 还要两个小时 这怎么打发呢 要不这样吧 旁边有个地方听说挺好逛 我们去逛一逛 我先回去吧 这室外授课可是你提出来的 现在学生不在了 你要提前回家怎么解释啊 那你先回家 我自己打发时间 是吗 好 嗯 在回去之前 咱们做点什么呢 你是你 我是我 我们各自安排自己的时间 好啊 那再见 我先回家 李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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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啊 李老师 李老师 借我点钱吧 快来帮帮忙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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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东西呢 我已经吃了 但是呢 我又没带现金 刷卡又刷不了 怎么办吧 所以你要借我点钱 加油 来 来 来 师父 还要多久啊 马上就好了 怎么这么久啊 让你 feliz 做什么 好了这是一会儿 我 Sara 我 dream了 你就爱豆 отдел了 了问题了哦 ¿dotither示ração Biraz过o 很好 번的从头上 艘意 Armed垵化 士六成haul Над影 Road 告诉我爸爸我在江湖家 捏好了 太像了吧 像不像 可以走了吗 走什么走啊 师傅 帮她也捏一个 好 你是说 一宾美国的公寓要装修 你特意来告诉她的 那你为什么不能打电话 非要飞回来呢 我这不是想特意回来 看看江叔叔跟徐阿姨吗 顺便给你们俩一个惊喜 你是不是 来打听一宾为什么 没回美国吧 你说什么事都逃不过 江叔叔的火眼睛睛 跟你说啊 这个一宾哥跟您比啊 简直就没法比 江田浩 你怎么知道 美国公寓装修是个借口啊 我呀 是用我们徐锦绣女士的灰色脑细胞 分析出来的 其实吧 除了这件事以外 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 什么事啊 等到一宾哥回来 再告诉您吧 嗯 慢了 慢了 肯定是我们家一宾出什么事了 哦 清清你告诉我 别怕我担心 你一定要实挂实说 是不是我们家一宾 在美国吸了毒 不敢回去 又逃回来了 不是 哎呀 一个吸毒的人 又不肯花我的钱 有这种可能吗 这样呢 我给一斌打个电话 让他马上回来 不用了江叔叔 不用那么麻烦了 我今天晚上就不回去了 就住在您这儿了 等一斌哥回来 我再慢慢找他谈吧 嗯 不回去了 那你爸爸妈妈没意见 哦 我父母他们结婚 三十周年纪念 早就环球旅行去了 嗯 反正我一个人在家 待着也无聊 今天晚上我就跟一山 睡在一起吧 嗯 喝点这个 有助于消化 嗯 一个冰淇淋就把你撑着了 那我给你看张照片 这个人哪 就是绊住我双脚 让我没有办法 混美国的人 怎么样 笑起来是不是很漂亮 还好 他不是很爱笑 如果他每天都对着我这么笑 那我心脏还不得停摆啊 我是不是很荒唐 没办法 我也觉得自己很荒唐 可这就是我现在的状态 我自己也没办法 我说不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哥 你们两个怎么 你在干嘛呢 没事啊 我 活动 活动 一鸣 你晚上玩得开心吗 还行吧 哥 待会儿上楼的时候 你能不能晚点上去啊 我可不想再跟我妈撒谎 说我们三个怎么碰到一起的 行吗 老师 走 你是谁啊 你是谁啊 还你钱 李老师 你还欠 一鸣哥 好久都不见了 想死我了 你 你怎么平地就冒出来了 也不打个电话通知也是吧 老师叔和阿姨特地为我保密 他是谁啊 他是一鸣的家教 住在家里的 怪不得呢 我在一鸣哥的房间里啊 看见了一些 我从来都没有看见过的异物 原来是你的呀 不好意思啊 我刚才以为这是一鸣哥的房间 所以就随便了 你们也要到出去聊 走走 出去聊 走走走 这 这什么时候变成我让你回来的了 对啊 你走的时候跟我说 你不到一个星期就回来了 现在都一个月了 连人影都没有 你觉得以我翟倩的性格 我能他的事在美国待下去吗 你现在就等于给我发案号 说翟倩 你在哪 快回来关心我一下 看看我在做什么 你发个邮件或者打个电话 问一下不就结了吗 本尊亲自跑回来 是不是有点夸张了 不过这也正是你翟倩 能干出来的事情 都是我的错 忘了你翟大小姐 到底有多能作 事先通报一下就好喽 那好 那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不会美国 我遇到了一个 我喜欢的女孩子 不会吧 那你的意思是 我也会到中国 你在中国就有了一个你喜欢的女孩了 这一切 我在认真地回答你的问题 我真的遇到了我喜欢的女孩子 而且还是真喜欢的那种 真心喜欢 我不会 你知道什么叫真心喜欢吗 我就不相信你在短短时间之内 动了二十五年都没有动过的真感觉 那是因为我二十五年都没碰上对的人 所以我不知道什么叫真心 现在我明白什么叫真心了 那就是愿意为她放弃自我 全心全意地付出 听起来挺不容易的 当然不容易了 所以我拜托你以后说话 不要再这么没情没重的好不好 不过呢 这样为爱痴狂的一斌哥 比之前那个死木头更加吸引我 宅倩 我跟你说正事呢 好吧 知道了 宅倩 一山 你终于回来了 你终于回来了 想不想我 想死你了 我还以为你把我给忘了呢 怎么办啊 快让我看看你 有没有变吗 没有 变了越美了 一斌哥 好久都不见了 想死我 我打 Haw 一斌哥 一斌哥 他最近真的没交女朋友吗 他哪有女朋友啊 他最近所有的精力 全都放在那个 骑膜车的人身上了 不可能吧 你还不了解他 他简直就是个偏执狂 如果没有抓住那个 偷他摩托车的女人 即使是张子怡 范冰冰放在他面前 他也分不出男女来 偷摩托车的那个 是个女人啊 不可一事的江义斌 竟然被一个女人收拾了 好笑吧 所以啊 我老哥的自尊心 是华丽丽地碎了一地 发誓 一定要抓住那个偷车贼 才能够勉强挽回 一点点尊严 那最后怎么样 抓到了没有 好像没听他说了 估计是没戏了 吃葡萄 好甜啊 好啊 爸妈早 一边啊 快快快 来吃早饭了 我就不吃了 我还有点事 要先出去一下 哲戏 你知道一斌去哪儿了 我不知道 他也没告诉我 你不是说 跟一斌见完面之后 有事对我们俩说吗 你跟一斌谈得怎么样啊 其实这件事情呢 我原本想等一斌在场的时候说的 叔叔提起了 那我就 叔叔 您打算让一斌哥什么时候结婚啊 我想 我想嫁给一斌哥 什么 嗯 我跟一斌哥在美国相处得很融洽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外乡人 需要相互照顾 相互安慰 这样才不会觉得很孤单 那个宅姐啊 这件事 你跟一斌都商量好了 其实我是这么想的 我觉得结婚这件大事呢 要新等到父母的允许 所以今天我看叔叔 阿姨都在这儿 我就想征求一下 你们二位家长的同意 不瞧一斌哥正好出去了 等等等等 我觉得吧 这么大的事情 你爷爷跟一斌商量以后 才决定 你说呢 你让人家把话说完嘛 赵倩 你继续说 我的计划是 我想在美国读完书之后 就回国发展 如果你们二位同意的话 我想让一斌哥跟我一起回来 你 跟我一起去吃饭 我不想吃 不想吃 你读书是用来干嘛的 你怎么一点科学知识都不同呢 你知不知道 人是需要补充营养的 只有补充了营养才有时间 有机会 有身体去看书 你想干什么呀 我是在跟你想 营养对身体的重要性 神经病 你先出去 因为宅倩倩的事情 你的心情已经降到冰点了吧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们家和宅倩他们家是世交 宅倩从小就跟益山 在一个幼儿园里面 他们两个关系很好 他经常到我们家去 后来宅倩到美国去留学 他父母请求我来照顾他 所以我们俩的关系也不错 你跟我说不着这些 我只把宅倩当妹妹看 妹妹会搂着哥哥的脖子 做出那么亲密的动作吗 所以你吃醋了 你别误会 我只是看到你漏洞百出的谎言 想要戳穿一下而已 你跟他什么关系 我根本就不在意 你就承认了吧 你心里肯定是在问 我既然有了宅倩 为什么还要去招惹你 装作喜欢你 可是你的自尊心 让你问不出口的吧 我承认 我对你的言行不疑有点奇怪 但是还没有在意到 想问你的程度 我以后不会再让你奇怪 你看我的行动吧 如果是为了我 你没有必要这么做 我不是为了你啊 我是为了我自己 这我presa 休息时间也太短了 还没怎么休息呢 三十分钟就过着 好 去买瓶饮料吧 晚上你们去哪儿 我们待会儿去游泳 我告诉你 她是喝鸭子的 我告诉你 不要 你不会游啊 我 我会浅游 我们待会儿一起去呗 有空可以啊 好 好 好 我去买杯饮料 好好好 我要奶茶 我要喝 姑娘 你没事吧 你脖子不舒服啊 没有 你不是那个 你总at 好 好 只是刃带稍微拉伤 回去好好休息一下 就没事了 我知道了 回去吧 怎么还不走啊 马上走 等等 擦干眼泪 这没什么好丢脸的 睁开眼睛 好好走路 还想再受伤吗 雨冰 妈 你怎么回事啊 那么晚才回来 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 怎么了 妈 宅妾 吵着要跟你结婚 结婚 你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回事啊 我得回来 你怎么回事啊 我得回来 我得回来 我最好的 我得回来 你也不回来 我得回来 你怎么回来 我说过要跟你结婚了吗 你怎么就跑到我爸妈那儿 那么荒唐的话都说得出来 结婚就一定要等到男人先开口 女人被动接受嘛 我可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可是我根本就不爱你啊 我知道啊 所以我也想好了 我给你的爱你可以先收着 等到咱俩结婚之后 你再能不能还给我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 我已经有喜欢的女人了吗 你 你被洗脑了是不是 我以前跟医生打听过了 他说你最近啊 根本就没有接触过什么女孩 再说了 你要是有自己喜欢的女孩 你怎么不告诉咱俩咱妈呀 那 那是我爸我妈 如果你想叫爸妈的话 你回去跟你爸你妈叫爸妈好不好 宜斌哥 我不是就跟叔叔阿姨提了一下 咱俩结婚的事 你至于那么生气吗 再说了 像咱俩这种要继承家业的人 哪是你自己说结婚就能结婚的 对于我们来说如果有结婚的想法 要提前通知父母 这也是对咱爸咱妈最起码的 礼貌和尊重啊 嗯 洪金哥 咱俩的事 要不再好好考虑一下吧 嗯 一斌哥 你不说要送我下楼的吗 一斌 一斌 翟倩走了 你怎么也不送人家到家呀 爸 我从来没打算跟翟倩怎么样 你别听她瞎说啊 你们结婚吧 老公 你都快三十了 也该结婚了 我看翟倩这孩子不错 人家对你也一心一意的 家庭条件也很好 你们结了婚 在美国还有个互相照项 你是我儿子 我不想让我儿子在美国 过得像流浪汉一样的生活 我们当家长的心里也很难受 等等 别说当家长的 我不同意 我不希望闭婚 闭嘴 你先回房间去 一会儿我单独跟你聊 走啊 一边 来 坐 爸 我一直把翟倩当做自己妹妹看的 你把人家当妹妹 可谁把你当哥哥呀 人家翟倩可不这么想啊 反正我觉得翟倩是我找儿媳妇最好的人选 你们结了婚我心里也踏实 到时候给我生个大孙子 也算你进到了做江家长子的意义 爸 但是翟倩就不是我想要结婚的人呢 你有想要结婚的人吗 想当初你拒绝我进公司 我拿你没有办法 但人各有知 可成家立业结婚生子 这是人的最基本主责 我做爸爸的必须得管 你跟翟倩订婚了 订完婚再回美国 爸 我可以尽一个江家长子的义务 可是你干吗要急于一时呢 你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呢 因为你太让我操心了 想当初你到美国去学导演 我根本就不愿意让你去 可你非要坚持 我听你的了 可现在呢 你想去实现什么梦想 你怎么不去啊 一天到晚在家里磨磨蹭蹭 晃来晃去的 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我还有事情没有处理完 你还有什么事情 没处理完啊 不就是偷摩托车那件事吗 鬼才相信哪 你就是个不思进去 想在家里过着 花花公子的生活 爸 就因为我没回美国 你说这么看我吗 没错 我今天把话跟你说明白的 别的富二代 怎么浪当我管不着 但是在我江家 我绝不会供养一尊 吃喝玩乐的二十足 那好 只要我回美国 你就不生气了是吧 你就不会逼我 跟一个不喜欢的女人 结婚了是吧 那我走 这样一遍 我现在就走 您好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麻烦你帮我出一张 最早去纽约的机票 头等商务和经纪舱都可以 谢谢您的等待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你在擅闯我的房间 我就辞职 我有事要跟你说 你跟我出来一下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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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开我 你到底要干什么 如果你在这样的话 我就辞职 那好啊 那你辞职吧 然后跟我一起去美国 你疯了吗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我知道你现在 也没办法相信我 我也知道对你来说 太突然了 可是 我没有办法丢掉你一个人 我就回美国 那你让我怎么办呢 你告诉我 相信 你别叫我的名字 我不习惯 可是对于我来说 你已经不再是 一鸣的家教那么简单了 那你呢 对于你来说 我还仅仅是 一鸣的哥哥吗 继续这么下去的话 没有 你这么没办法 你不可以 吗 你不可以 你们我 你会想看 这些事情 对吗 你这些事情 我特别以寻 我真的想过来 你好 夏希 你就再考虑一下可以吗 还有考虑的必要吗 我就那么不值得你考虑吗 我已经给过你答案了 李夏希 你知道我对你是真心的 你就不要再考虑了可以吗 你只要坦白地问问你自己的内心 你到底想不想要跟我在一起 然后你再回答我可以吗 我会等你的 你再回答我 宁静的夏天 天空中繁星点点 心里头有些思念 思念着你的脸 我可以假装看不见 也可以偷偷地想念 只要让我的脸 江源 好点了吗 一会儿啦 闺女 你怎么起来了 你昨天晚上不说疼都受不了吗 现在好多了 太好了 那就摘了吧 妈 你不觉得我带着特裤吗 特像未来的女战是吗 你看 大惹天的 闺女 你扭了脖子 没伤着脑袋吧 是 再说了 又不是金项链 戴着显摆什么 来 这 医生说了 必须要到医院才能把这个摘了 那么严重啊 因为扭到的是脖子 闺女 咱们到医院 拍个CD 照一个核子公证 好吗 好 千万别伤她脑子 好 道人 道人 再见 再见 妈妈 再见 您请的夏天 天空中繁星点点 心里头有些思念 我们还真有默契 我正想打电话给你 你就来找我了 爸爸最近又闯祸了吗 爸现在能闯什么祸啊 他现在在一家私人会所 把人家清洁打扫 我打电话就是想问你 妈的骨灰 你打算带到什么时候啊 我还没有想好放在哪儿 你来找我就是 为了跟我商量这件事情吗 好 怎么了 你被辞退了 对 以你的聪明才智 只有你吵别人 没有别人吵你 自己辞职了 我没事就不能来看你吗 我是来看你的 原来是我姐想我了 来 我让你看看 最近瘦了 有没有照顾好自己啊 有教训我 你先说说你自己 过得好不好吧 我过得挺好的呀 吃得好睡得香 偶尔也会笑一笑 现在没有我也能笑了 是谁融化了我们家冰公主 李下夕啊 阿姨 怎么了 刚才我给李老师收拾房间的时候 看到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啊 一个骨灰盒 什么 一个骨灰盒 李老师 你这骨灰盒里 是谁啊 是宠物吗 小狗 小猫 不会是人吧 怪不得 之前你都说自己收拾房间 原来都是因为这个 要不是我们阿姨给你去换床单 我们还蒙在鼓里呢 李老师啊 你也是个知书达理的人 你应该知道这种东西 放在别人家里 是很忌讳的 对不起 看来这个人应该对你是很注苗的 但是 不管怎么说 这东西放在我们家 总 总是不对的 怪不得 我最近经常做梦 而且这个梦 都是怪怪的 这人 到底是谁啊 好了好了 我 我就不问你了 你看着就赶紧收拾起来 啊 你放心 我会尽快处理的 好好好 一定要尽快啊 我 我不停哭着 当幸福变成 而空中楼阁 爱 早已 褪色 她渐渐的 失去回忆 失去光泽 泪是 苦的 笑是 甜的 你不是说 就算我妈死了 你也不会相信我说的话吗 好 你又妈去世了 为爱 都值得 你的心 却变冷 就算 我的泪 也无法 去缓和 那些 纷乱的回忆 我该如何 来去生 为爱 都值得 我的心 是苦涩 流起 所有泪 已无法 去愈合 剩下 昨日的温馨 我还 恋恋 不舍 爱 藏医 褪色 她渐渐的 失去回忆 失去光泽 泪是 苦的 笑是 甜的 彼此不断唱歌 妈 我为什么要和爸爸那样的天啊 都值得 你的心 你爸爸以前也挺好的呀 再说 和你爸爸结婚 我才能跟你和东旭相遇呀 纷乱的回忆 我该如何 来去生 为爱 都值得 我的心 是苦涩 我 留起 所有泪 已无法 去愈合 剩下 昨日的温馨 我还 恋恋 不舍 爱 早已 褪色 她渐渐的 失去回忆 你失去光泽 泪是 苦的 笑是 甜的 彼此不断 周葛 为爱 都值得 你的心 却变了 不舍 就算 不舍 我的泪 也无法 去幻合 那些 疯乱的回忆 我该如何 如何 来去生 为爱 都值得 我的心 是苦涩 流起 所有泪 已无法 去愈合 剩下 昨日的温馨 你 我还 恋恋 不舍 爱 早已 褪色 她渐渐的 失去回忆 失去光泽 泪是 苦的 笑是 甜的 只是为了爱 妈 我带你来你的故乡了 只得 我带你来你的故乡了